图胜L混动HEV 也是能被最多的人接受的一种混动的方式 有人断言 未来就是混动燃油纯电三分天下的时代 两甜的混动我们试过了 比亚迪的我们也试过了 包括长城的什么柠檬那些 我们都试过了 现代 今天来给大家跑一个优好测试 给不太熟悉这辆北京现代图胜L的家人们 大概说几个比较有标志性的点 首先就是前脸非常的有辨识度 现在就是一个大翅膀 然后它的灯你看也都隐藏在了翅膀里面 然后侧面线条就是现代那种风格 夸张线条非常的多 切面非常的多 然后往后看也是用了很多的元素 一个贯穿式尾灯还有四个獠牙 燃油版也长这样 但是混动版呢 这多了一个hybrid的标识 像没用的我们就说这么一些 然后我们去加油站加油 里面没有变化 所以就不给大家多讲解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盘城兄弟栏目搜图胜L 我们会有全面的试驾 好我先去加油 好现在油已经加满 加油后的里程小鸡现在是零 总里程是1877千里 我们现在续航开始 我们虽然是绕着六环走 但是我们前面其实现在是有一段堵车的 因为我们前面还没有到达六环 那这次测试呢 无论是什么路况 我首先不会用一个出租司机的那种脚法去跑 我肯定是大家从我的这个年龄上也都看得出来 一定是比较激进 比较废油的那种方法去跑的 不胜L这套混动呢 官方名称叫TMED混合动力系统 搭载了一个2.0升的燃油专用的发动机 然后还有一个6AT的变速器 因为我们知道它之前的那个纯燃油的版本 是一个干式双离合啊 这个车有两个电机 然后还有一套高压电池 这就是它一套的整个的混合动力系统 但是这个2.0升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呢 是150匹 最大扭矩186牛米 要比这个CRV的锐混动的146匹 动力上要强 比丰田荣放的那个2.5双情的 178马力要弱一些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它有两个电机 我们先说那第一个电机 它叫一个HSG 启动发电一体机 其实这个东西啊 它跟曲轴是平行排列的 所以你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轻混系统就好了 它的作用是 你在起步的时候 它能够帮你一下 或者你在打火的时候 或者在发动机 刚开始运转的时候 它能够帮你稳定那个抖动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第二套电机就比较重要了 它是这辆车电驱动的一个主要动力来源 它的位置呢 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 所以呢 它更是一个P2的串联的混动结构啊 这套系统其实说起来 结构还是比较紧凑的那么一种东西 P2结构的混动系统呢 是可以匹配多档位的变速箱的 但是这辆车的这个6AT啊 并不是我们平时理解那种6AT 它是没有液律变气器的 之前取代液律变气器那个东西 现在是一个轴向的磁通电机 跟这个电机相伴的啊 还有两个离合器 它就是通过这两套离合器之间的 快速的衔接和切换 来决定这辆车是电驱动 还是发动机的区 但是据我感觉呢 这辆车开起来啊 还是一个更加依赖于电驱动的 这么一个状态啊 电驱的优先级非常的高 就像我现在在高速上 它还是比较愿意使用这种电驱 即使是电池没电了 它也会优先让发动机 先给电池充电 我觉得它是比较想保证 你的燃油经济性的啊 尤其像我这样 我猛给一脚的话 你也是会能感觉到 就是我脚下这个动力啊 先是像电动车一样 把你推出去的那种感觉 然后才是发动机 嗡嗡的吼起来的那种 降挡之后扭矩 突如其来的那种加速感 总结起来啊 我觉得还是 它是要比两天的混动系统 开起来更加畅快 驾驶体验是更接近 我们的纯燃油车的 我们出发的时候 它的剩余续航里程是800公里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跑了112公里了 它的续航里程还是733 只掉了70公里 怎么说呢 这个续航里程标的还真是保守啊 其实在之前呢 我也跑过类似的续航测试啊 我跑过哈佛赤兔HEV的 那个一箱油的1000公里续航 其实那辆车呢 在这种高速行驶是占不到便宜的 基本在100这样的高速呢 那辆车就是油和电 已经是一个并联的状态 甚至是燃油驱动占多数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呢 依然会尽量的给你采用电驱动 所以现在这个油耗确实是不高啊 因为我们在100的时速左右呢 现在是205.3公里 然后现在的油耗呢 是4.9升 其实这样一个油耗 对于这样一台比较大的SUV来说 其实还是蛮可观的啊 放在之前呢 我是很抗拒这种续航测试的 但是现在呢 大部分的车都有了L2级的驾驶辅助 那现在有自适应巡航的功能 还有车道保值的功能 其实我坐在车里呢 并不需要费什么劲啊 我只需要 你看我的膝盖是在这里的 脚完全都没有放在踏板上 我只需要在这里背着就好了 我的坐姿也可以松垮一些啊 腰累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坐一会儿 我也可以这样坐一会儿 完全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在高速上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而且让我的这个很长的续航里程测试 也并不辛苦 也挺辛苦的啊 不能说并不辛苦 反正轻松了很多 我这个路线呢 走的是北京的六环 六环是东边比较堵 西边比较畅通 所以刚才刚刚把油耗拉下去 我觉得一会儿可能就要升起来了 大家也看得到啊 现在还真的是挺堵的 我后面那个车还开着个远光灯 远看是个金杯 哪有这样开远光的 平时你们高速开远光吗 行程刚开始的200公里左右 路上车还很多 并不能跑到一个很高的速度 我大概用80到100的速度行驶 这个时候油耗是最低的 甚至一度再五升一下 但其实堵车路况也并不是图顺L的弱项 这段堵车让我在路上 如行了将近40分钟 很难受 但是油耗还真很意外的没有上升 真正让油耗开始明显上升的是什么 大电流输出 也就是暴力驾驶 用频繁的极加速 把电池的电量迅速的挥霍掉 然后把速度保持在120左右 发动机就会自己冲上一个高转速 开始发电 最后的100公里我用这个方法 让油耗足足上升了0.6升 测试结束 我跑了411.2公里 交了202元高速费 综合油耗5.6升 5.6升的油耗虽然我只是跑了400 但是相信大家也看得到 跑800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看这中间我也没有说省着 搂着去开 我也没有说去拆什么东西 冬天该开空调我也都开了 我觉得还是比较接近 咱们真实车主使用油耗的 我觉得如果您拿去开的话 低一点高一点 都有可能我觉得还是一个中不六的水平 所以这辆车 你看之前1.5加双离合的 其实我开过也还行 但是账面就是不太好看 这个2.0 6AT加一个混动 5.6升 还加的是92 所以可购买性 我觉得就大大的增强了 对 它的L2还那么好用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可以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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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